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Andy慢慢说 昨天我们讲到了华为面临的制裁 会导致华为一年内破产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华为是否会像中心公司一样 有机会被解除制裁呢 要回到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人为什么制裁华为 根据川普政府的说法 华为由于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密切 就威胁到了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 这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 在国际关系领域 人们认为国家意义分为两部分 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 华为损害的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利益 而不是经济利益 所以这一制裁和贸易战有关 贸易战会跟建立还是一个经济利益 安全利益高于经济利益 中心公司被制裁的原因 也是出于安全利益受损 但是中心仅仅是把美国的高科技商品 卖给了敌对国家伊朗和朝鲜 这是间接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 所以中心公司被在缴纳巨额罚款 并接受美国监督之后解除制裁 华为这么多 美国人认为华为和中国政府深度合作 证据是协助中国政府建立防火墙 在新疆建设监控系列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律法律 要求企业与个人有义务 在必要的时候协助政府维护国家安全 所以美国人坚信 华为和他们的网络设备 是不可信任的潜在国家安全威胁 我们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 与美国人有巨大的差异 在我们中国人的语境里 国家安全其实是指政府安全 政权安全 国家安全威胁实际上是对政权的威胁 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去看那些美国议员官员们 谈论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往往讲的是有多少美国企业 被网络黑客窃取技术 有多少美国公民 个人隐私信息被窃取 只有威胁到了美国企业和个人的安全的时候 才是美国人所说的国家安全 不同的观念有不同的理解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 华为就算威胁到你的国家安全 你政府和军事部门不采过华为设备 不就可以了吗 其实大错在说 就像前面讲的 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安全 根本不算国家安全受威胁 如果这也算国家安全受威胁 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就是选民了 因为每一届政府的下台 都是选民用选票搞下去的 安全利益高于经济利益 这是个常识 所以试图用贸易战让步的方式 或者罚款的方式来解决华为的问题 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华为就算在美国制裁下不能彻底解除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美国一定还会继续出招 我们中国人把美国自在发为理解为 美国人害怕中国强大 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有人说 美国是搞死老二的专业户 例子是以前搞死过欧洲 搞日本 搞苏联 看成就像是这样 实际上有大错特错 这是由于中国人与美国人在世界的看法上有巨大的差异 体现了国际关系领域 大多数中国人所持有的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名词虽然是西方人提出的 但是这种思想的根源却是中国的法家思想 这一思想的核心观点是 国家之上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 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毫无道德可言 权力和实力是国际话语的唯一爆炸 国家在决策时权力和利益的考量高于体想和道德 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对应的是理想主义 美国主流思想所持有的就是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 国际关系理想主义者认为 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改造的 理想主义者强调 通过建立国际法 国际公约 国际机构等等 可以保证和平 同时认为国际道德 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通过这些手段 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 美国人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方式 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当然 国际关系理想主义者也经历了很大的发展 从二战之后 美国力推建立联合国 到七八十年代出现 美国两党都支持民主和平论 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 好了 了解了我们中国人与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的巨大差异 回到华为事件 我们如果把美国制裁看成是打压老二 嫉妒中国强大 那你就是错得离谱 你对这一事件的后续预测 也必然错得离谱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 民主和平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深远 下一次视频 我将深入讲解民主和平论 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 请转发本视频到其他微信息 更多视频 请上YouTube订阅本人频道 Andy慢慢说 谢谢